接著我講這個鞋子 鞋 上面是對稱符號三點 在上面是三點 然後接著下面是包容的符號 這是包容 再來是一個字 這個包容符號 比如右邊的蟲 這裡有一個包容符號 然後接著下來 家也有一個包容符號 這些都是有相同的包容符號 這邊有一個環 這個我們詳細等一下再講 它也是好像是包容符號 但是它這個不是包容 接著我們寫書 就是依照原型的寫法 這個上面有一個阻筆線 這裡阻筆就是這個阻筆 如果沒有的話只有這樣子來 這樣就不清楚了 這個不清楚 這樣要有一個阻筆 這個魚選的跟原來的 離的原來的比較遠一點 所以不容易辨識了 這個已經不容易辨識了 那我現在把它寫出來 上面這個是一個包容的蓋子 這個是包容的蓋子 那它要包容底下 這個底下就是這裡有一點 然後它跟它合併了以後 這裡裡面有一點 然後它包在裡面的 它包在裡面的這樣子 然後安點這一點 所以這裡面這個是包容在上面的 上面包容下面 然後下面的心是三點 這三點會變成一畫 所以這個寫出來這樣子 這個上面沒有辦法包容下面 那這一點是安點 它寫得很大 所以沒有安點的樣子 那看右邊這裡 就是這種情史 這個是安點的小點 我們看字眼裡面 這個玉頭部 頭部要有包容下面 現在這個安點太外面了 是包不了了 而且空間很大 所以包不了 我們看看下面的這個比較清楚的 它有包容 這個有包容在裡面 然後這裡找了一個安點再過來 它就直接過來了 所以會比較不容易辨識 那這裡和這裡的這一畫 它是有相關聯性的 現在這邊就會更清楚了 這邊就更清楚了 這個是包容 被它上面所包容的 然後它寫最後在安點 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是明朝王守仁的 王守仁的玉字 這個是比較好的 接下來我講面牆這兩個字 這兩個是面的筆順 從這裡來 這裡斷掉了 從這裡就斷掉了 然後這裡到這邊 也模糊不清了 不知道它是怎麼寫出來的 那這裡 這裡稍微好一點 但是也是不很清楚 所以我現在要再重選一遍 所以我現在要再重選一遍 然後下面 這是對應兩點 再來 然後這是對應兩點 所以繞一圈 然後過來 從這裡 這裡要繞到這邊 然後再回弦過來 然後就這樣 然後中間一點 這個後 以前有講過 只要是頭部要很清楚 這三點 連成一線 然後兩個口變成一個口 這個頭 然後這一端是代筆線 所以不能寫出 現在這邊分不清楚 兩個口變成一個口 然後再來下面 這樣子就會清楚 西 頭部出來的中間 中間這個部分 是簡化一點 然後末端的 這個我 這裡兩點 這裡兩點 然後下面 下面兩點 下面這一點 這個一點 就是 這樣就是兩點 西枝往都 但是這個都 但是這個都看起來像烤 看起來沒有把右旁分出來 分離出來 那 再看我右邊的 我已經把它分離出來 把這個右旁和左旁 有分離出來 這都這裡是中間的部分 中間部分是簡化成一點 然後這邊分開 從這裡來 是要兩邊分開的 這兩個都的比較 它是左右分明的 它是右邊躲在左邊的裡面的 所以這樣子就容易 也認不清以為 這個它是烤字 然後是什麼字 接著講 靈型 靈的左旁 有兩種寫法 靈的右旁 要包容裡面 裡面 包容下面的是 對稱兩點 它也 這邊也寫得不清楚 請看我們這邊 它就是一個 上面的一個包容的 包容下面 它下面有三個口 它是對稱符號 可以寫兩點 可以寫三點 所以它這裡 右邊也兩種寫法 左邊也兩種寫法 這個是一種寫法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我現在再把它寫出來 它這個是中間 中間簡符符號 在這裡一點 然後從這裡開始寫 到這邊 中間一點 這個是一種寫法 那另外一種寫法就是 這裡一點 兩點 然後這裡對稱兩點 然後這邊 往這邊走 走到這邊 一二三 一二三 或是寫這樣 從中間破開 從中間破開 左右對應兩點 所以右邊也可以這樣寫 也可以這樣寫 但是這個要包容 它寫得太短 它就不能包容下面 所以它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三點 這個也有包容的意思 這邊如果下面兩點 點得清楚 也算可以 但是它 因為這兩點 變成不清楚的兩點 接著我們講這個密字 它的主筆線與代筆線 沒有分清楚 就覺得很亂 現在我們看這邊 那我再來示範一次 我們接著講這個折子 上一次有講過 我們再比對一下走旁的 就是這個折子 然後書 一 一這個是一個符號 這個是原型草 這個是符號草 這兩個都可以這樣寫的 齊也都講過 觸 觸這個是一個上半部的一個符號 和下半部的包容的符號 這兩點太近 會交代的不清楚 現在看左邊 左邊這個是上半部的一個符號 布守符號 下面部有一個包容的 這裡面包容的兩片 然後再一畫 它是裡面有一個一點 然後就接過來 接過來 接過來最末端 是要安點來平衡 如果是往下面寫的話 它會亂掉 它字又太長 所以它往上安點 接著 詩的右旁寫的偏低了 然後代筆線又很長 我們比對左邊的這個詩 它是在中間的 接著寫位 這個偏是頭部是兩點 這是一點和一撇 所以這裡沒有出來 這個頭沒有出來就會認識不清 圍字雖然可以猜的這個是圍 但是因為頭部沒有寫清楚 還是不理想的 頭部最好能夠清楚 然後我們一眼就可以認識這個是圍字 接著看布 就是它一筆和一筆之間的筆段一連 你看清楚了 這個是可以的 下面是二 這個二 中間這個是兩點 那這個是代筆線 這裡是代筆線 這裡兩點對稱 然後接著下面是一橫畫 寫得太短了 就會認不出這個是二 那我們請看左邊的 就是這個一個亞 亞洲的亞 這個亞的左右是不是對應了兩點 然後一橫 然後心是三點 這樣子比對一下就會看得清楚 我們來看字眼的二字 這個孫國廷師傅這個二字 跟其他的歷代蘇鐵的二字來比對一下 二字它有圓形草有符號草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邊 這邊是趙孟虎 這個趙孟虎這個是對的 這個王羲之的這兩個是對稱兩點 然後一畫這也是可以的 這個中間的對稱點三點也是可以的 就是一個亞洲的亞 但是中間它是對稱 這個是可以的 這個左邊這個 這是王羨之 這個頭好像是在寫這個集 就是很快速這個集 這個頭 大概是這裡 因為一橫畫這裡斷掉以後 它就描成 把從這裡就過來了 然後這上面的就是省了太多 就不容易辨識說這個是二 以二的形狀 是相差太多 上面這個是可以的 這個是可以的 這個也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亞洲的亞 這個是對稱 然後一畫 然後下面三點是心 這個是王羲之 王羲之 這個是王羲之的 一樣王羲之的字 這兩個字是容易看得出來的 這下面這兩個字是認不出來的 那上面王羲之的 這個也是省了太多 也不容易辨識的 再來 左邊 志勇的 這個也不容易辨識的 因為頭不清楚 頭等於一橫畫一點 這個頭部不容易分辨 下面的心是好分辨 但是頭就不容易分辨 再來 純畫葛的 宋朝的 這裡也是 好像是旺 看起來好像是旺 那這裡 懷術的 也看起來好像是旺 孫國庭 這個字就是因為 他下面這一幅畫太短了 所以就會 認知上是分不出來的 接著下面這個字 看起來好像是勳 就是勳一草的勳 這是一點一畫 這樣子看起來勳 那下面是四點就三點 我們會誤解 因為離得二 離得很遠 我們會 以為這個是下面一個火的勳 是個四點火的勳 左旁這邊也是不清楚的 省了太多 這是迷糊的 宋朝迷糊的 這個也是不清楚 所以 我們 這個是在工具書裡面 要 要自己去 去查 自己去辨識 然後 就依照 草書的規則去辨識 然後大家都有那個 共同的符號規則 依照符號規則來 來寫出來 那就比較容易辨識 這整頁如果讓我挑的話 我會挑這個比較清楚的 比較清楚就是 這個雅字的對稱 下面一畫 然後下面有三點 它是有節奏的 節奏分明的比較清楚 那如果我寫了這種形態的 這種形態的也可以從直的畫先寫 然後點三點的 那如果是順過挺的 我是認為如果這一畫下面寫長一點 就比較容易辨識 接著我們講這個環這個字 這個字的頭的這個符號 現在它的符號是有 但是也不很清楚 但是接著下面這橫畫它太短了 就沒有辦法依照它的位置來標 現在往左邊看 來比對一下 這個一個橫畫它是要比較寬的 然後層窄上面的 然後下面的它是因為它是一畫 它是要從反時針運動的 反時針回去運動 然後這裡一個口 它這個是一個簡化符號 中間簡化符號 那我們來看右邊 這裡因為太短 而且用順筆的 用順性的寫法 它就好像是有包容的意思 其實這個要逆勢回去 它不要順勢 因為順勢是包容空間的 像右旁它是一個橫畫 它要逆勢回去 這裡如果順的話 往這邊下來了就有包容的意思 就是好像大家的家那個蓋子一樣的 有包容 那就順和逆會顛倒 會誤解 然後上和下 上和下你在標的位置 要依照我們原來的字型的位置 標點和符號去標去寫 現在顯然的這邊 就是右邊的這次太短了 它就會不知道這是什麼字了 如果不是說原來有個文章 然後我們來用文章來比對 不然的話光這個字寫出來就會認不出來 接著我們講下面的探 探喜的探 探喜的探它有左旁和右旁 現在這個是左旁和右旁夾在一起 就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字 我們來比對一下 左邊的這個 這個是左旁 這個是右旁 右旁一個欠字 所以這個左旁的一個草字頭 草字頭的對心 下面要對心 然後能夠分別出 原來這裡是左旁 這個是右旁 那現在這裡 在右邊的左旁和右旁是分不清 如果說這裡短一點 那也許就比較能夠分得清 但是呢 一樣有這個問題 有一個順和逆的問題 這用順性過來的和逆性過來的 是不一樣的 跟剛剛的這個環子一樣的 它應該是要逆性到這邊來 結果用順性的寫過來 我們就會這個符號就會誤解 我們這個探字我順便寫一下 這個是草字頭的符號 這邊有對應點 對應點來以後 這個中間這個要對心 對這上面 對在上面來 這樣子來 然後 這兩畫 變一畫 然後這裡有一培 就過來 過來 這裡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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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基本點化的一個標點 所以它一下子可以通三點 也不能通四點 那如果通四點的話也可以 要通四點 你就寫成圓形的 這樣也可以的 那如果你要寫成符號的 這樣子 這是符號的 這是圓形的 這兩個都可以寫的 然後接著我們寫這個約 這個筆畫 這個筆畫越少的 就要盡量的用圓形來寫才容易辨識 這是筆畫少的 如果說是灰 灰是因為這樣子沒有辦法 做草絲的圓周的轉動 所以它就會變成 到了律師以後 它為了要一氣呵成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由於這個字變成草絲 它就是這樣 然後過來 然後直的兩畫 然後中間一點 中間簡化一點 所以這個是回 這個是約 那如果是日呢 日就是它比較修長的 這個是修長的 這個是扁的 所以扁的是約 修長的是日 那這個是回 這個五寫的 比較很窘迫 然後我們比對一下左邊的 這個五我 要寫大 然後在這裡縮小 這個是對稱符號 一個口 是對稱符號兩點 但是這個五 也可以寫成圓形的符號 這個是圓形草 圓形草就是這樣子草 好 這是圓形草 然後寫 這樣子 這樣子 後來 兩點這個符號 這個是也是草絲 這個也是草絲 好 那另外一種的寫法就是 這個口的符號 口的圓形符號這樣子 所以 這樣子也是 但是這樣看起來不大好 就是這樣子來 所以這樣子寫和這樣子 這樣寫是比較美 這樣子寫比較亂 雖然可以寫這個口的五號 但比較亂 這樣子比較好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就是這樣 兩點 兩點 它兩點 這是點斜的 這是點橫的 這是點橫的 所以 一種寫法 兩種寫法 三種寫法 四種寫法 接著我們講 真 大 這個 真的頭部 這個 頭部的形狀 以原來的字 就會 不大一樣 現在我們比對原來的真 是這樣 我上次有講過 但是我這邊 有一個不大理想的地方 就是 說 這最後的這兩點 要接這個大 它這個是代比線 要細一點的 結果我寫的太粗 我寫的粗了一點 應該是要細一點 要細一點 要像這種樣子 這個是代比線的 細一點的 但是我寫出來 所以大家也不要跟我一樣 犯的同樣的錯誤 接著我們看 這兩個 真大 這兩個字 因為真的 下面這兩點 以上面脫節了以後 我們就以為上面這個是 詩呢 還是 還是什麼字呢 那下面這個字又看不懂 所以這個 筆錄的連貫性 還有代比線的粗細 很有關聯 接著我們來講 墜字 墜字 這兩個寫法 不太一樣 所以我來解釋一下 這裡面包容空間省略符號 過來這裡 然後接到這邊 這邊要移氣呵成 從這邊下來 下來要做彎的路 好 現在 這裡兩個人 這裡有兩個人 變成一個人 但是 如果說只有寫一個人 這裡很空洞 空洞 在 在 書法的 整體性的美感 它是 要中攻緊密 結果這裡寫了一個 空洞的 以其他字體不從類的 所以這樣是 是不同意的 所以要把這一畫 這下面這一畫 補上去 補位補上去 補這個上去 然後再一個人 這樣它才會使得它中攻緊密 使得它成為美感 然後 譬如說 另外的 一個 說明 這個法 也是 下面的這兩畫 補上去 然後 再來 寫這一畫 所以 把它調位了 上下 互相對調 這樣才會 一起合成才會產生 比較美 這個也是一樣 對調 下面這一畫 調到上面去 這樣也是補位 補這個空間的空位 所以 增點 增畫 來補空 這個是 在草書裡面 都有這種現象的 來 我們接著來看 書補 這個字 在這邊 那來比對一下 看看 懷術的 懷術的 這裡有一個補位 補位這一畫 然後這兩個 這個人在下面 這裡補一個位子 這邊也補一畫 然後這下面一個人 這邊也是 一畫補上去了以後 再一個人 好 那 所以我們呢 這個 選字 就是要看大家都怎麼寫 那是比較合乎 草書的規則 因為現在看起來 這個孫國庭這個 是露空了以後 就是顯得很疏鬆 它沒有中工緊密 至於蘇東坡這個字的左旁 蘇東坡的最翁亭記 左旁 它可能是喝醉了 所以 這裡通常是要往上推 這個有字是要往上推 所以德國就往下了 我們就會以為它是密字旁 或是紙字旁 或是其他的歹 或是其他的字 因為這個往上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是往上 以原來的這個罪字 它是要往上寫這一畫的 所以這個字是不理想的 我們不能夠選這個字來寫 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的 石旁的碎 這邊也就是有一個明顯的這一畫 然後再一個人 是這樣子 這裡也是有一個 填這個空 照它那樣寫不能說錯 但是另外有一種寫法 另外有一種把這個橫畫補上去 這樣子寫得更會覺得緊湊一點 接著我們講殘虧的產 上一次有講過 這個走旁的車 寫這樣是不容易辨識的 然後右邊 這裡是中間省列符號兩點 就是我們來看左邊比對一下 下面是 這個往上和往下 它是比較有這種寫法 在往上翻過來的 但是有這直接下來的 像走旁的就是直接會下來 直接下來這個是支 現在這個支有一點問題 這裡要彎過來 這裡沒有彎過來 所以沒有彎過來 這裡就像寫一個長的畫 不知道什麼字 其實這個是支彎過來的 今天我們所談的這一頁 順國天書譜裡面 它就是有粗細 然後有不和諧 整體上的不和諧 這些其他的細部的 我有講過 但是在統一方面 有一點不和諧 但是它 順國天書譜裡面 最後它有談到說 你寫一點 要稱一字之規矩 一字乃中篇之準善 所以它還在強調說 要法自然 所以第一點 點下去 第一個字的拖 點下去的深淺 你印筆的快慢 流速 你的情感的表達 它都是有整體性的 所以一點點完了以後 成這一字的規矩 這一字的寫完了以後 所有底下的字 通通以這個字為標竿的 那會統一這個字的 它的線性的軌跡都要相同 它的粗細也要相同 不能夠有刻意的說 我要大要小要怎麼樣 它所謂的大小都是出於自然的 所以它是同自然之妙有 非利運之能成 不是你故意要把它寫得好 就說是好 不是 它是以自然為依歸的 所以在書道裡面 還是講道法自然 以自然為依歸 這個是從歷代所看到 書譜受到啟發無事的人 都是有共同的一個體驗 也其免大家向自然的方向前進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作詞聲器 有夥子 做一個史詞 也有用途和 有關於 旅程 來是 也有 成為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